新竹市政府为了要感谢曾经对台捐赠疫苗的国家 在南辽宇港升上了这些国家的国旗 不过其中呢仔细一看怎么波兰的国旗被挂反了 遭到国民党籍的议员在脸书上大酸 说市府挂错国旗不仅失礼甚至是遗效国际 而市府产发处则是严正澄清 表示25号挂上去的国旗的确是正确的 是有人恶作剧故意把波兰国旗弄反 要请民意代表要先查证讯息再来发文 南辽宇港边的国旗有美国立陶宛日本 可是仔细一看这一只国旗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镜头拉近一点仔细一看 这面上红下白的国旗是印尼而非捐赠我们疫苗的波兰 是不是府方把国旗挂反了呢 这让国民党籍议员黄文正捡到枪 挂反不打紧或者是就像市政府说的 我们这个呢可能是恶作剧也无所谓 在我们错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改正 黄文正在脸书大酸表示这样的行为不仅失礼 甚至一笑国际 对此市府惨发处是富途严正回应 表示在9月25号升旗那一天并没有将国旗生错 而是这几天被有心人士恶作剧弄反了 目前已经请警方加强当地巡逻 也请明代要查证讯息后再来发文职责 官外界说我们升旗的国旗有错误的状况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在10月1日中午我们接过通知 有国旗错证的状况市府立即派员发现 并且马上做更正 不管升旗感谢或是发文调侃 政治人物掌握舞台要来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徐志前新竹采访报道